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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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是逗号 并不是在正中间哦 大家一定要记住 首先 写法就是 我们要先写一个点 先写点 再带一个小尾巴 逗号 非常的容易 对不对 那 写号呢 我们来看 它在天字格里所在的位置是同样 也是左下格 也在左下格 靠左下角的位置 那 它的书写方式更简单 是什么呀 左上旗笔 从左向右 画个圈就好了 左上旗笔 画个圈 哎 这就是句号 句号 把它略微画得稍微远一点 嗯 这就是逗号和句号的书写方式 那它们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用逗号和句号呢 一起来看 逗号的使用方法是 一句话 没说完 稍稍停顿 缓口气 哎 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稍稍停顿 缓口气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出现逗号的时候表示什么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并没有完 明白吗 只有半句 逗号的意思是什么 一句话还没说完 只是为了让我们稍稍的缓一口气 比如说 今天早上妈妈送了我一只手表 我特别开心 这是一整句话 那我们为了缓口气 先说明时间 是什么 今天早上 哎 用一个逗号 妈妈送了我一只手表 用一个逗号 我特别的开心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句号 句号的使用方法是什么 是一句话说完了 说完了 画个句号好怎样 结束 一句话我说完了 然后我要画个句号 表示 这句话 哎 我说完了 那逗号呢 是在没说完的时候 我缓口气 我顿一顿 停一停的意思 大家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闲闲 小伸手吧 来看今天的题目 小小逗号 作用大 抗日战争时期 汉奸写了这样一条宣传雕语 有粮食不卖给八路军 有人偷偷给这句话 加了一个小逗号 结果句子的意思就变成了 鼓励老百姓把粮食给八路军 你知道这个逗号应该添在哪里吗 哎 别看逗号 它只是为了让一句话在未说完之前 怎样顿一顿 喘口气 它的作用啊 还非常大呢 如果我们把停顿的地方放的不一样 意思也有可能不一样 就像这句话 有粮食不卖给八路军 日本人的意思是什么 有粮食 都好 不卖给八路军 停顿是在这儿 它的意思是 有了粮食 不能卖给八路军 对不对 我们把逗号添在哪 能让它的意思有了变化呢 哎 有的小朋友就明白 有粮食不卖 给八路军 是不是 这样 整个意思就变了 我有粮食 我不卖 我为了什么呀 为什么不卖呀 我要给八路军 哎 小豆号 是不是同样非常的厉害呢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 一起来小集 今天我们学到什么 豆号与句号 来 用两个小口诀记住它们吧 小小豆号 用处大 就像一只小蝌蚪 大大脑袋 小尾巴 话没说完 就用它 那句号呢 是小小圆圈 是句号 句子末尾 经常见 从左向右画个圈 说明画 说完了 这样 用它俩对比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记住 豆号和句号的样子 以及它的书写方式和使用方法 大家都记住了吗 好了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もう一整个小时 ажуORE 1 An 10 Any 1 1 2